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荷蘭小姐就是中間這一位 這有什麼好報導的 那本身的確是個新聞事件 那我覺得但重點是放在她是一個trans woman 她是個跨性別的女生 See this is where I got stuck for quite a while 在我過去的人生有這麼長時間 如果說今天一個人在介紹說 喔這位這個人她是一個trans woman 或者trans man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那時候就會卡住 卡什麼就是好她今天 在我沒有看到她外貌的情況下 然後你跟我介紹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trans woman 我心裡都會想 喔所以她到底是女生跨成了男生 現在看起來像男生一樣 還是她到底是男生跨成女生變成了女生一樣呢 因為你跟我講她是trans woman 難道她本來是woman 現在變成不是woman 結果就變成了man嗎 所以她本來是女生變男生 所以她叫trans woman 好這是錯的對不起喔 你不要聽我剛剛這段的這個陳述 對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是trans woman的話 我們簡單一點講啦 你看我把這兩個字都打在螢幕上了嘛 trans woman跟trans man對不對 那她的名詞就是woman 名詞就是man 前面的trans就只是一個形容詞 例如說她是一個很高的男人 那很高的就是形容詞而已啊 她是個男的啊 這樣聽懂嗎 所以trans woman 她現在的這個狀態 她的樣貌就是一個woman 然後trans就是她是跨過來的 所以她本來是男的變成了女生 所以她現在是個女人 這至少是一個現在最政治正確的說法對不對 但如果說今天你比較相信像 Ban Shapiro或之類的這種比較保守派一點的說法 他們會認為不管她的藍色體仍然是男生XY還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他們不承認跨性別這件事 他們認為藍色體就藍色體你不能改 那但是這個就是up for debate 我沒有要在這邊debate這件事情 我只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她的狀態是trans woman的話 我們認為她是個woman 我們給她貼的標籤是woman 然後她是經過了trans這個過程 所以什麼是trans man 就她現在是一個man 所以意思本來她是一個woman 她本來是女生她跨成了man 好希望這樣有聽懂 所以這個選美皇后就是一個trans woman 因為她現在是woman woman是她的名詞 前面的trans是形容詞 所以她是一個跨性別的人 那她贏得了netherlands 所以這個荷蘭這個字 我在網路上還是可以看到你叫他holland 所以是不是有dutch這個字也ok 那但是我們一般來說這個 算是最尊重的說法叫他netherlands 那這個我知道我們台灣同學可能甚至不太好發音 因為這邊有ther th這個部分就咬舌頭的部分 so nether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而且加個附屬 因為它不是一塊地方而已好像是 來我們把這報導稍微說一下下 看能學到點什麼東西吧 實際上首先她名字我就念不出來 她就riki riki我ok valerie我也ok 她的姓是kolle e上面還有一撇 所以是不是念成colle我也不曉得 這不好意思齁 所以假設就是好了 so ricky valerie collie has been named miss netherlands 2023 becoming the first transgender woman to take the title yes so變成了第一個transgender 所以剛的trans就是transgender的縮寫了這樣子 所以她是第一個transgender的woman 來贏得了這個頭銜 to take the title 那選美的比賽我們叫她beauty pageant 加個beauty在前面 不加也沒關係啦其實p-a-g-e-a-n-t 對不起少一個a在裡面 那她的法音是pageant 不是pageant 那個g-e-a-n-t 你可能會想說那不應該念成geant嗎 不是pageant就可以了 ok so she's a pageant winner 好所以after winning the pageant on Saturday colle will advance to represent her Dutch homeland 所以你看這裡看到了Dutch homeland 所以就一樣是荷蘭 所以似乎把它變形容詞 就荷蘭的形容詞似乎要拿Dutch出來 所以這裡就不是講說Netherlands homeland 那也或許因為兩個land這個字走在一起太奇怪了 好所以代表荷蘭 at the Miss Universe pageant 所以這個環球小姐 Miss Universe set to take place in El Salvador later this year 所以這個在薩爾瓦多會發生 the 22 year old was crowned with a tiara by her predecessor Ona Moody on stage at the AFAS Aphas Whatever theater in Lewiston 這個地名我也不太會念 對不起非常丟臉 但無所謂 我就是一個地理不是很好 而且也不是一個well traveled的人 但這邊剛剛還是有一些詞可以說一下 就是說這個22歲呢 他現在就總是被豐厚了嘛 所以這邊有一個詞是一個很酷的一個被動的一個形容 就是crowned 所以crowned這個字原則上就是皇冠 那你也知道 那你想說那個什麼covid不是也是新冠嗎 對還有corona這個字 這都跟那個皇冠有點關係齁 像coronation就是那個好像不是 你看經理的事情吧 就那個女王死掉了嗎 然後下一個國王接任了 接任的時候就叫做coronation就是加冕儀式這樣子 好那crowned的話就是總之就皇冠了 那後冠叫tiara 所以這兩個字都有出現在剛剛這裡 所以他被帶上了這個罐 那那個動詞就是crowned so somebody crowns somebody 什麼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個22 year old was crowned 用成一個被動的 with what 用什麼來帶他的這個罐上呢 Tiara 所以Tiara就剛剛說的後冠 by her predecessor 被他的誰 被他的前任 所以上一任的這個 荷蘭的miss universe 所以這個predecessor這個字 我們好像蠻常講的 但我知道時不時都是有新觀眾 所以我們稍微說一下這個字 precede是他的動詞 所以precede就是誰啊走在你的前面 所以你是 所以現在的市長是蔣萬安 那台北的前一個市長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就precede 蔣萬安身為台北市長 so 柯文哲 precedes蔣萬安 as the city mayor of Taipei 這樣子 ok precedes 那 succeed 則是接下去的 所以剛把這個句子倒過來 可以說蔣萬安 succeeds 蔣萬安 as the mayor of Taipei 也沒問題 ok 所以他都可以把它變成名詞 所以precede變成了 不過他的變法會覺得蠻奇怪的 predecessor 那 succeed 就簡單一點點 就是successor這樣子 so predecessor就是前一任這樣子 successor就是續任的人這樣 ok so 所以他就被他的這個predecessor 帶上了後關這樣子 ok 那他就很高興的叫 I did it yeah ok so yes I'm a trans and I want to share my story but I'm also Ricky and that's what matters to me 總之 他是一個邊性人跨性人 所以他想要分享他的故事 這樣子 好 所以 yeah 也恭喜他 我覺得很棒 總之世界一直在轉 而且他還不只是這個跨性別而已 他還同時是原住民的樣子 你看 所以這邊有一個indigenous這個字 我們就講這個叫做原住民 ok indigenous 除了indigenous之外 我知道我們從小學到大 多了一個i在裡面 the aboriginal 甚至native 這幾個字 都可以代表是原住民這樣子 ok so the native people they are native to the land ok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digenous people 這幾個字都ok 好 Alright 總之他不是第一個去競賽的 只是他是第一個贏的就是了 ok 所以競賽競爭者 有時候我們叫contestant 所以contest這個字就是競賽競爭 那把它變成一個ant結尾 contestant 就是競爭者競賽者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新聞大概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那希望你覺得這個東西對你的人 甚至有一點主意的我覺得也沒有啦 可是 可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這都是現在世界上浪潮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至少知道一下下 你或許不同意 你或許跟Ben Shapiro的這個看法一樣 認為說你的染色體是男的或女的就應該是這樣了 所以像Ben Shapiro這樣子的這個保守派也認為 世界上沒有什麼LGBTQIA什麼一大堆的 他認為那都是一些心理的狀態 那甚至他用的詞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他認為這是心理的一些疾病或之類的 那我不認為坦白說 我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就是 可是你不得不承認一部分 就是說他講生理上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生理上的區分 我們真的就只有兩個 就是 We're Biologically Either Male or Female 這個大概是無可辯論的部分 那但是你自己要Identify成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個心靈層面上的東西 那個不見得一定是必須要受限在柔體裡面就是了 but that's my perspective so I don't know what's yours 好 那我們到這裡ok了 我是Paul 或許有興趣的下面可以討論一下下 我們下次見 勉逐